國際半導體展大咖雲集 不過近期環球晶 旅登南韓媒體版面 南韓不滿遭到美國暗算 傳出因為一通電話 使得環球晶轉往美國建新廠 環球晶董事長徐秀蘭親自辟謠 徐秀蘭也證實 確實曾和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和其他幕僚通過電話 在六月底到七月之間 有多次的討論 包括美國政府補助和人才招募等 美方給了很大的定心丸 徐秀蘭也進一步表示美國德州新廠將在十一月動工 開始興建全美最大的十二寸矽晶圓廠 預計投資臺幣一千五百四十億元 創造千個就業機會 他其實在美國只占全世界 大概百分之一 所以他就這個來看 我想從這個角度來分析 所以我覺得美國這個市場是缺乏 各國拼半導體自給自足 臺廠也積極拓板圖 不過在大國的角力下 半導體實力堅強的臺廠 儼然成了夾形餅乾 三立新聞 楊超成 李文科 台北報導